来来来 兄弟们 上期咱们找那个跑腿员帮咱们买那个肯德基的视频的点赞 现在是4767 那那条视频给大家说过了 5000点赞呢 咱们就找那个跑腿员给咱们点必胜客啊 怎么讲呢 你们就给点例行吗 差那么几百 各位麻烦把赞往上顶一顶行吗 那今天就相当于是透支一下 行吗 本条视频各位把那200多点赞补齐啊 本条视频点赞突破5200啊 5200 咱们下段视频呢 就做找跑腿员帮咱们点华莱士或者什么塔斯丁啊或者什么麦当劳啊 这个到时候看评论点赞最高的那一个 当然各位千万别说什么大星你是不是又没素材了啊 你在这就是强行拍 并没有啊 其实我还有很多素材 只是说很多粉丝吹根啊 就想让我赶紧拍那个必胜客啊 而且很多人在底下评论的那个呼声呢 就是说那个跑腿员买的话呢 他没有用优惠券 全部都是按着单价给我买的 所以说100块钱基本上啊就很坑那种意思 而且你还花了跑腿费 反正不值当 这一次的话呢咱们就这样啊 备注一下 让他用那个团购架啊 就是那种组合的那种套餐 别买那种单品 咱们先看看必胜客里有什么东西哈 然后再订咱们要买多少钱 ok啊 下午茶碰杯套餐 鸡块饮料套餐啊 超值套餐 至尊披萨啊 其实好久说实话都没有吃过这个必胜客了啊 随便买都可以 尽量看一下有没有套餐形式的 不要单点就可以了 单点不太划算 然后正好呢 之前也有粉丝问我 就是大兴你下回点那个必胜客的话呢 你自己去找店员 然后让他帮你随机 其实说真的我也想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在那个外卖店随机的话呢 到时候各位又会说库存的问题啊 然后说我故意在搞必胜客啊 所以说咱们还是买这个跑腿稍微好一点啊 先保保命啊 保命要紧 来 直接下单啊 预估费用写200啊 跑腿费这里写的是12块5毛钱啊 2.8公里8块钱 溢价费1块5 帮买的基础费3块 上次我买的那个肯德基花了12块钱 这次买200块钱啊 还是12 哎 你要这样说 其实还买的更多还更划算 对吧 来 直接下单啊 OK啊 这里立马就接单了一个庄师傅 上次我们点那个是服务了7000多次啊 这次是服务了5484次 还是老样子啊 给他打个电话过去 但是不告诉他我们要买什么 只是告诉他我们的规则啊 要让他明白 喂 喂 你好 你好 是庄师傅吧 对 我现在去医生做的话 你看有什么套单吧 大概200块钱左右 对 你买200块钱就行了 就是单点的话 它其实不太划算 你就让他帮你配好就行了 你只要买到200块钱就行 好吧 行行 我到给你看看有个套单 好吧 OK OK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好 那接着咱们就看看这200块钱啊 咱们到底能够吃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反正到时候到了之后呢 我们再对比一下 就是这个点餐单啊 看看我们是赚了还是亏了 好吧 待会见 你好 总共三样是吧 总共是花了199块钱啊 这里是东西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侏罗纪世界的什么联名双肩包 我去 你看这包 我第一次啊 买东西还送个包的 真的 来 咱们来看看这个东西哈 这里是买的霸气双人餐 然后配的这个大红袍手打的冻凌 来 兄弟们啊 199块钱 经典益式肉酱面 西冷牛排 鸡蓉蘑菇汤啊 这个我之前喝过 反正好难喝 喝不惯 然后最后农香机 还有一个手打的冻凌茶啊 总共就这一些199块钱 兄弟们 你们觉得值不值 我感觉决亏这些东西 我猜测啊 可能就值90块钱能值吧 然后这个包是不是就值100块钱啊 我那可不要这个包 你给我一个披萨行吗 你们看这堆东西全部选完啊 我没想到这一个牛排85块钱的 你看这 这个茶的话呢是15 就这个汤啊 23 农香鸡19块 一丝肉酱面39 总共是198块钱啊 这是去到店自取的价格 如果是外卖的话呢 还要再加9块钱嘛 相当于这个包只花了1块钱 这一堆198 单点啊 这是单点的价格 来 咱们就先来尝尝这玩意儿啊 买23块钱的鸡蓉蘑菇汤 喝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个应该属于是军菇的一种 哦 不是 是鸡肉和军菇类 哇 这不好喝也得说好喝了兄弟们 23块钱 而里面说实话 肉其实挺多的 但是这个白白的这个浓汤啊 我其实喝不太惯 来 咱尝这玩意儿啊 39块钱的一丝肉酱面 我今天之前我们拍过一期毕生客里面的快手菜啊 他这个快手菜的牛排啊 就这个牛排 35块钱生的 他给你煎熟是85啊 然后一丝肉酱面的话呢 是25块钱啊 生的 你买熟的话呢是39啊 兄弟们就是这么好恨啊 鸡蓉蘑菇汤三份 三份啊 生的是49块9 三份 他这个一份就卖咱们23啊 以后如果各位想吃 说真的啊 你只要家里有个微波炉有个锅 你自己在家做就行了 就买它生的 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也拍过对吧 不过这回啊 买都买了 对吧 还内也都要给它吃完 嗯 这好像跟我自己做的味道是一样的 这个面瘦的话 我觉得也吃不太惯了 真的 它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那种酸酸的那种味道 要不是我现在饿了啊 啊 这份85块钱的牛排啊 来 这么贵啊 粉丝先吃 好吧 兄弟们啊 这手工费加了50啊 50 还没有我 真好吃啊 这个牛排煎的有点过火了 它其实不嫩 很干 来 估计最好吃的 我猜可能就是这个了 龙香机翼啊 腌制外加烤过 得香 但是哈 这个价格是36啊 4只 9块钱一只啊 兄弟们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吃必胜克的原因 还是说我口味变重了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我个人觉得真的不太值这个价格 这个牛排烤的是比较老的 然后这个面的话呢 其实感觉没什么味道 唯一吃到后面 我觉得好吃的就是这个鸡翼 然后还有这个鸡汤啊 现在返回来再喝一下它 哎呀 这个确实还可以 真的 比这两个好多了 这鸡翼9块钱啊 把它啃干净一点 今天这个 拿到的那一刻 我觉得还是比较惊艳的 但是实际上啊 懂得都懂啊 我就不说了 他那店里是怎么说的吗 他店里就是说没有这种套餐 不不 你肯定不能跟他说是喷射套餐啊 上一期花了200块钱找的跑得圆帮 咱们买的必胜克啊 很多网友都说啊 200块钱 他连披萨都没有给你买 还有人说呢 200块钱 估计东西呢 可能也就只值几十块啊 反正就是超级之贵 不过你要去店面吃那个氛围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会稍微来说啊 心里有一点安慰一些 在家里面的话呢 可能这种落差感呢 就会非常之大啊 这仅仅是我理解啊 那上期也说了 在评论里面挑选点赞最高的一个兄弟 完了之后呢 看他要怎么点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啊 那点赞最高的这个兄弟我看了一下啊 总共是539个点赞 叫做陆海空之王这个兄弟啊 他说300块钱买华莱士的喷射套餐 兄弟们顶我上去 然后更有胜者说啊 就是要喷到大飞回来 你可以啊 真可以 那毕竟是粉丝点赞啊 而且是兄弟们顶上来的 对吧 咱们今天话不多说 找外卖员 随机点套餐 咱们到底能够吃到什么啊 来 直接开整 那咱们就求真实一点啊 叫他买华莱士的喷射套餐啊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梗 毕竟啊 评论区写的是喷射套餐 好吧 帮忙买300元 华莱士喷射套餐 随机买 买什么都行 花光300元就可以了 好 然后下单 这300块钱的话呢 预估费用10块钱啊 还算可以 上次买那个毕竟课的话呢是12 OK就直接来啊 好 这里已经接单了啊 这个师傅是一个 位置来电 电话立马打过来了 喂 你好 我想送的 哎 你好 你备注写的买是吧 买一个套餐是吧 对 就是华莱士它不是有喷射套餐吗 喷射套餐 你买一个这样套餐是吧 你买够300块钱就行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嗯 好 谢谢啊 这师傅呢应该属于是一个新手啊 服务了594 等会去看看这个新手师傅啊 会帮咱们点什么样的东西 另外呢 本期视频如果点赞达到5000的话呢 下条视频咱们还是老规矩啊 评论点赞最高的那个兄弟 他说点什么 咱们就点什么 兄弟们啊 记得为我点个赞 并且呢 在视频底下留个言 好吧 咱们待会儿见 OK 谢谢啊 我去 兄弟们 300块钱啊 是真的多 这个外卖呢 足足等了我一个多小时啊 他说啊 从头到尾给我全部点了一遍 然后呢 等了一个多小时啊 现做出来的 300块钱 兄弟们 来 你们看看这单子 尝不尝 那不管怎么样 先来看看啊 这300块钱到底咱们买了些什么东西啊 我去 我感觉我真的是300块钱 几乎啊 就是买遍了华莱斯所有的单品 东西真的超级之多啊 一个骨肉香莲 刘香鸡腿 鸡翅根 薯条 这里是一整只烤鸡 鸡柳 骨肉香莲 鸡翅 这里也是鸡翅 两个洋葱圈 两个鸡米花 两个腿 上校鸡块 红豆派 蝴蝶虾 大鸡排 这里还有一个杂拳鸡 最主要最主要啊 汉堡有7个 1 2 3 4 5 6 7 鸡肉卷的话呢 还有4个 就总共桌上这一堆 花了299块钱啊 兄弟们 兄弟们啊 以后这个价格就稍稍微微的咱们降一点 就各位评论的时候呢 不要搞个什么 1000块钱华莱斯啊 什么500块钱什么鬼东西的 因为我一个人是确实吃不完这么多 真的 估计可能晚饭夜宵 或者明天的早饭全部都是这玩意儿啊 尤其是光这个汉堡有7个 我真是服了 来来来 咱们先搞一个这个流香鸡腿哈 这个吃的虽然没有那个肯德基的那个大鸡腿好吃 但是其实也是蛮香的 而且这个价格也比较便宜啊 13块8毛钱一个 哦 对 我刚刚想起来 因为粉丝留言的是要我吃那个喷射套餐是吧 还好啊 只吃了一个鸡腿啊 没事 我刚刚又收了一下呢 这个喷射效果极好的就是虾饱还有辣饱啊 贼得劲 小概率的呢就是炸薯条 也有一点点几率 然后还有概率呢就是炸鸡翅和鸡肉卷 但是一整只的烤鸡是不会 还有什么骨肉香脸呢 鸡肉块啊 紫薯派啊 这些是不会的 那反正就是辣饱虾饱炸鸡翅啊 这几个那咱们就吃这几个啊 其他的话呢等拍完视频再慢慢吃啊 首先这里7个汉堡啊 它里面是有很多种 这个就是虾饱啊 兄弟们啊就给你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我吃可以 但是咱们下条视频能不能不点这么多呀 300块钱其实确实有点多了 满足我一个人吃的就可以啊 留言尽量再稍微合理一点 别什么到时候大兴吃XX就这种不行啊 就是说是什么品牌的什么东西 这也都可以的 好吧 先走一步了啊 所以别说啊 这味道确实是可以 咬到那个虾的时候 那有一股那种海鲜的味道 但是是喷射排行榜第一名啊兄弟 来 最后一口啊 OK 下一个辣宝 香辣鸡腿宝应该是辣宝吧 兄弟们 我干了啊 你们点个菜去吧 哇塞 兄弟们啊 我可能知道它为什么会喷了 它里面这鸡肉好像有一点点没熟啊 所以我刚刚吃的时候 感觉里面那个肉 有一点点那种软乎乎的那种感觉 没事吧 反正下饱我已经吃了 大不了都是胚 对吧 来 最后一口啊 这是两个汉堡的 真的快吃饱了都 另外他这里还说啊 喷射秘诀 吃完汉堡之后呢 再来个冰饮 就是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一定会喷 哎呀 这个气真足啊 然后再吃的话呢 就估计实在吃不下了 他说这个炸薯条呢也是有几率的啊 我就象征性的吃几根啊 炸薯条 因为多了说实话真的吃不下了 我已经吃了两个汉堡一个鸡腿了真的 但不得不说 对比前面两期咱们拍的那个肯德基也好啊 还是冰胜客也好 从分量还是数量来说呢 基本上都是全面碾压那前面两家羊块餐的 对吧就哪怕披一半过去也是比那个要多 尤其是主食来说七个汉堡四个鸡肉卷 所以要放了肯德基麦当劳 这基本上三百块钱是买不到这么多的 你就能买到汉堡 这些小吃你肯定是买不到的对吧 最后呢还是要稍微声明一下 这个喷射的话呢 其实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喷 因为其实也要看当地的那个制作过程嘛 完了之后呢 还有每个人的体质啊 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像上次咱们拍的那个华莱士喷射套餐 跟剪辑师一起吃的 我就没喷那剪辑师喷了 就这么简单对吧 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那反正喷射的排行码呢 我已经吃完了 那没喷射的就剩下留给他们吃 或者就当我的晚饭当夜宵啊 都可以最后最后再声明一点啊 各位本条视频点赞达到五千以后啊 评论底下各位不要再留价格太高的那些啊 高端餐厅价格贵那无所谓 但是那种平民的 像什么五百块钱杀业小吃吧 那种就不太合理好吧 那咱们本期视频呢就到结束啊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不是不是不是喷吗 这个必喷啊 这鲜虾饱我干 这是选鱼饱 虾饱我吃了 我吃的是虾饱的选鱼饱 选鱼饱 选鱼饱不喷是吧 虾饱不喷 好好吃啊 吃虾饱鱼饱 鱼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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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薯条也有喷的概率 薯条都有喷的概率 为什么 烤鸡不会啊 明确烤鸡是不会的 不会吗 我感觉它烤鸡好新的 撕开来就是那种鸡心味 哈哈哈 来来来兄弟们 上一期咱们不是点了300块钱的 华莱士的喷射套餐吗 底下粉丝留言最多的 排名第一的是100元 密血冰城 点赞高达1762 然后第二名的话就很搞笑啊 它是什么100元的铜脂尿蛋 幸好只点了600多啊 就没被你得逞 其实说实话铜脂尿蛋我真没吃过 但是不过我觉得呢 铜脂尿蛋你要点到的赞 我也买不了 因为这个铜脂尿蛋我们这边没有 只有毛蛋卖 所以呢还好啊 1762 100块钱的密血冰城 咱们今天找跑腿到底能够喝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来直接开稿啊 好咱们先来看看密血冰城哈 它里面新饼的话就上了两款 一个是草莓奶露 一个是芝士奶盖梅梅 来咱们老回去啊 帮我买100元密血冰城 随机买就可以 花光100块钱就行了 谢谢 于乎费用100块 小费的话应该不用加哈 我去啊 现在还在溢价中啊 临时费2块 旁边400米的密血冰城 他还要多加我2块钱的配送费兄弟 算了给他吧 好等待接单啊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碰到老司机啊 上次说实话 那个华莱士喷色套餐 那个小哥太耿直了 我跟他说买华莱士旅客的喷色套餐 他跟我说的就是 他一进去人家店里面就说 给我来一份喷色套餐 完了 兄弟们啊 现在区域订单比较多啊 没有接单员了 现在还要让我加4块钱以上的小费 有助于他的接单 这也不对啊 或者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咱们先取消订单啊 五堂路 换到这里立马就11块5了兄弟 便宜了五毛 好接了啊 这接的贼快 还便宜了五毛钱 兄弟们一毛钱没加 这个跑腿员的话呢 姓胡啊胡师傅 总共服务了352次 因为咱们没有什么口味要求嘛 所以呢 咱们就没有必要打电话过去啊 毕竟奶茶这种东西来说的话 他100块钱基本上 在蜜雪冰城里面 我猜应该是可以全部买的 所以咱们就不打电话给他的啊 然后呢 下期各位还想看这种 跑腿员帮忙点外卖的话呢 想看什么样的东西 各位尽情在底下留言啊 老规矩还是抽取点赞最高的那个兄弟 他说买什么咱们就买什么啊 并且呢 希望各位能够帮本条视频点上一个赞啊 本条视频点赞达到5000 咱们下期速更 来先拿出来啊 等会咱们再来看看 他这些买的东西 是不是把里面的全部买光了哈 好我数了一下 总共蜜雪冰城100块钱买来了12杯 这样来算的话呢 一杯均价不到10块钱 来咱们来看一下他买了什么东西啊 首先第一杯草莓冰露9块钱一杯 港式羊枝甘露10块钱一杯 芋圆奶茶升级版8块钱一杯 黄桃果霸大杯的6块钱 草莓瑶瑶奶昔6块 芋圆葡萄升级版8块钱 三瓶粑奶茶8块 蜜桃四季春6块 芝士奶盖梅梅12块 满杯百香果7块 芝士奶盖绿茶10块 芝士奶盖四季春10块 好总共就是这12杯饮料啊 但说实话如果不搞这个视频的话呢 我其实喝蜜雪冰城喝的最多的就是柠檬水 要不就是那个蜜桃四季春 还有他家的甜桶啊 那其他这些饮料基本上来说是没喝过 先这个芋圆葡萄的话呢 非哥买过啊 他就是一喝 然后蛇的一伸出来里面就是紫色的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呢 花销总共刚刚好100块钱 然后这边我看了一下 我当然以为100块钱应该是能够买框的 但是我低估了蜜雪冰城的实力啊 我把所有的单品全部点了一遍呢 33个品要303块钱 也是均价10块钱左右啊 我们这边相当于是只买了三分之一个品 花了100块而已 我先搞个最贵的喝一下啊 最贵的是这个芝士奶盖草莓 12块钱 尝尝这个什么味道 这个我从来没喝过 这里面有草莓果肉 怪不得值12块钱兄弟 来你们看这个管上面啊 这个就是草莓肉 这款味道可以兄弟们啊 比较推荐你们去喝一下 就不像这个啊 这个是芋圆葡萄 它里面就只有芋圆 但是葡萄的话呢 只是葡萄味 这个卖是卖8块钱嘛 这个草莓奶露是什么东西 9块钱 尝上这玩意啊 这个味道也可以 它里面有芋圆 然后还有布丁 这点味道可以 我感觉他们家草莓的味道都还可以 来这里还有一个草莓摇摇奶昔啊 这个是6块 我感觉里面应该是冰淇淋之类的东西 它入口下去就是很苦的那种味道 过一会儿它那个草莓果酱那种感觉 就很甜很甜 我感觉是没摇匀呢 兄弟 怪不得这叫摇摇奶昔 他得摇 摇了一下稍微好一点 刚刚我没摇啊 不好意思 还是可以的味道 好剩下的我就不喝了啊 我一个人喝三杯这个草莓的就行了 剩下的这些呢 就留给其他人喝啊 我看是分配一下这个会变色的给伞子喝啊 然后这10块钱的给伞子啊贵一点的 再给它配一个百香果啊 这三杯奶茶 洋芝干露 这个这三杯给剪辑师 这三杯给鱼子啊 怎么样这个分配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哈 总的来说呢这个蜜雪冰城呢 不管是价格也好呢 还是它的口味还是说分量来说呢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呢蜜雪冰城的商家如果看到了啊 点赞超过5000咱们下期速更好吧 拜拜 来伞子这个超级好喝你喝 这个好喝 金子你喝过这个没啥 那你喝这个 不是这个是给他的 我给你分好了 这三个给他这三个是你的 还分好了 羊池干露好喝吗 不太行我不太喜欢 那我喝这个 可以吧伞子好喝不 可以 最好喝的一个给你喝了 这个也好喝啊 这里面有桃子 还6块钱呢 是啊好喝 你把舌头伸出来看一下 三个 怎么了 没事 舌太微红 有点湿气啊 他们都快熟了 他那叫微红 最近呢我们不是拍过很多期 关于那种随机点外卖的视频吗 就在某一家店里面 买他同样一种东西 买到多少多少份 完了之后呢 再备注商家按照这个金额 随机给他们配送 那最近呢又有粉丝给大兴留言 他说大兴啊 你之前拍那个麦当劳的时候呢 你不是说啊 下期咱们随机搞那个肯德基吗 那你什么时候做 其实你别说啊 这个肯德基随机呢 我早就想做 因为之前拍过那个麦当劳的视频嘛 你们应该都知道 很多很多人说啊 就是我在故意搞这个行业 你知道吧 因为里面它是有库存的嘛 然后我那样随机点了 大概200块钱的冰露矿泉水 它会导致他们店里面啊 就是损失200块钱的矿泉水 然后给我配其他东西 不要真的以为我不看评论啊 那个视频真的把我喷惨了 兄弟们 但如果各位还喜欢看的话 其实说实话 这个视频呢还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我们不在外卖店里面点 我们通过之前鱼子拍过的那个帮别人代买啊 就跑腿 我们让他去买给他多少钱 完了之后呢 按照他的口味给咱们配送过来 哎呀 这不就是随机了吗 那正好啊现在是夜宵时间啊 可能今天最近也出了很多那种夜宵的产品啊 说实话真的我从来没吃过 因为它里面好像有鱿鱼啊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骨头啊 杂七杂八的 那今天这条视频呢 咱们就找一个跑腿啊 咱们在肯德基里面给他100块钱吧 就我一个人吃 然后看他到底能买什么样的东西 那顺便说一句啊 这种类型的视频 各位如果想看的话呢 本条视频点赞达到5000 下条视频 咱们叫跑腿啊 咱们帮忙跑一下去那个必胜客里面买随机 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呢 记得为我点赞 肯德基里面它这个新出了一个什么牛宝啊 什么五股鸡牛 然后还有牛肉凉面 东西还是挺多的啊 一对一集中 这个里面其实也是跟那个备注是一样的啊 点开这个全程帮买啊 咱们不是要买100块钱的肯德基吗 买100元肯德基商品 随机买够100元就行一个人吃 谢谢 我发现一个好事啊 顺便帮忙打一下发票 因为我们点完卖的时候说话是打不了发票的 但是如果线下买的话 其实可以打发票啊 ok啊就是让他买100块钱的肯德基商品 随机买够100块钱一个人吃啊 实际预估费用100块啊 100块 他这个是帮买基础费3块 4公里的话呢是9块 ok啊先看看这个跑腿员会不会接单啊 ok接了啊 赞师傅服务7000多次啊 这个赞师傅 你刚刚是不是接了一个就是带买肯德基的单呢 你帮我买100块钱就行了 随便买就行了 我就一个人吃 买几项东西 反正就我一个人吃 你随便买就行 好好好 嗯嗯嗯嗯 谢谢啊 这个是我刚刚打电话给他说的 因为我看了他们好像是比较忙 这个赞师傅服务了7000多次啊 以他的经验 咱们就看看他到底能帮我们买到肯德基里面的什么东西 ok啊他现在已经到店里了啊 这个师傅已经到店里了 正在排队帮我们买 587187别叫别叫 来来来来来来 总共他买了97块钱啊 97块 没买到100块 他说怎么凑他都凑不到100 我就光看了这个单子我就发现啊 他没有一个是买的新款 除了其中一样啊 不是新品 所以是我没吃过的啊 其他都不算 我去就这97块钱啊 就是三盒 本来我还想的分一点给他吃啊 但是我拿到的时候呢 轻飘飘的 所以我感觉不太好意思 里面唯独只有一个是我没吃过的 就是酱香Q弹鱿鱼串啊 一串16块钱 我觉得这鱿鱼是真贵啊 然后这里呢 点的是香腊鸡块 还有奥尔良烤翅 上面是香腊鸡块 底下是奥尔良烤翅 就这一堆啊 总共62块钱 37块5加25块 然后这里呢 是18块5毛钱的香腊鸡腿宝啊 来你们大声告诉我啊 就亏还是不亏 不过还是那句话 随机毕竟是随机的嘛 如果是我自己点的话呢 我肯定会点那个新出的 就是那个什么菌菇的那个牛肉堡 然后这个鱿鱼是肯定会点的 外加那个什么川香鸡柳 还有那个凉面啊 我会点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拍过很多次了啊 但是没办法 连买都买了啊 来首先来尝尝这玩意儿啊 这个是卖到16块钱一串的 叫做酱香Q弹鱿鱿鱼串 不知道这16块钱跟外面地摊上面的 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我看看这味道地不地道啊 嗯有妈妈 别说味道其实还可以 但是它这个上面你看这黏乎乎的啊 全部都是酱 一口下去是那种酱烧的那种味道 然后甜甜的 有一点点的辣啊 几乎尝不出辣 就是那种酱香的味道 味道说实话其实还可以 但是价格是真的贵啊 16块钱如果去外面夜市上买的话呢 最少最少最少两串应该是能买得到吧 整体吃起来呢其实就是偏甜 没有外面卖的那个辣辣的那种爽爽的感觉 但是吃起来比较脆 然后比较甜的那种酱香味 虽然说味道不错啊 但是我宁愿去夜市上面吃 我还能多吃一点 好然后接着就没啥了 这个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那个香辣鸡翅 有点像是现炸出来的那种味道 其实味道还可以 但是说实话 你看他这个凉面套餐 有薯条可乐凉面外加鸡块 才卖46块钱 我们这里啊 就4块香辣鸡块 就37块5兄弟们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你如果自己在店里面随机点的话呢 你让他们店员帮你操作一下 其实100块钱 我觉得远远不止这些 这个确实是啊 因为之前我们那麦当劳不是那样操作吗 是店员帮我们点的 那200块钱呢 那么一大堆全部都是桶 啊你看这 我们就是让普通人帮我们去买的啊 就基本上他买的东西 全部都是按照那个单品的价格 没有按套餐来买 因为套餐的话呢 可能也就贵几块钱 然后可以多喝饮料 多吃薯条什么的 这个没有啊 全是按照那个单品的价格买 个人觉得啊 确实稍着微微的有那么点亏 而且一口喝的都没有 嗯 所以说真的啊 我还真期待下一次咱们点的必胜课 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呢 本条视频记得帮忙点个赞 好吗 来给大家炫一个啊 嗯 嗯 我是很久很久很久没吃过肯德基的香辣奇水宝了 啊 水宝说实话真的太干了 当然这不能怪那个跑腿圆啊 因为毕竟这确实人家随机帮我们买的 当时我就应该加一句啊 买他想吃的 没事啊 下期咱们随机点的必胜课的时候 到时候咱们再把那个规定给他加上 让他买自己喜欢吃的必胜课里面的东西 好吧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啊 最后再强谈一遍 如果各位想看那个必胜课随机点的话呢 本条视频帮忙点个赞 点赞到了5000 咱们下条视频速更 好吧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